大家要的关于7月1号一个房车车队在赛里木湖露营之后 在停车位留下了大量的石头和垃圾 这个事情的后续来了 现在是7月3号晚上的7点32分 这个视频本来应该是今天中午就发出的 但是由于我今天一直在开车 这会儿刚刚停下来 我把思绪捋了一下 现在跟大家做一下说明 昨天这个视频发出以后呢 播放量在持续的飙升 截至今天早上7点半 播放量已经超过了50万 所以这个影响不能说很大 但还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对戴德房车这个品牌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所以在昨天晚上 就是7月2号晚上8点半左右 戴德官方的这个视频号就跟我发来信息 跟我联系 但是一开始呢 他们是要求我删除视频 并且跟我说要采取什么相关的手段呀 什么相关的途径 要追求他们的名誉权 后来在我跟他们分析了这个事情之后 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 当天晚上9点半左右 就是昨天晚上9点半左右 我在直播的时候 他们的市场部的负责人在直播间也找到了我 然后我当着直播间一百多号人的面 跟他又把这个事情分析了一下 在今天凌晨2点56分的时候 我今天早上才看到啊 给我发来了消息 说几台车的车主已经联系到 对方说他们也看到了视频 下午和赛里木湖管委会取得了联系 表达了歉意和愿意承担清洁费用 赛里木湖接受了歉意 没有要清理费 道歉视频或致歉信 他们计划明天出 也就是7月3号 也就是今天 因为不是我们带得房车的人 所以还要以他们发布的为准 我们不好太多介入 针对此事带来的影响 他们计划在新疆 做一个有关垃圾回收的活动 具体内容还不清楚 他们自己策划 今天早上7点40 我醒了以后 看到了这条消息 我非常高兴 至少我的这条视频没有白做 于是我给他们的回复是 好的 这不是挺好吗 这也算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为避免带来更多负面影响 稍后我会下架视频 并重新出一期视频作为说明 你们也可以出具一份官方的声明 讲清楚 虽然这个车队是你们的车 没错 但活动不是你们组织的 且戴德房车一直秉承 爱护环境 无痕录音 并呼吁广大房车人 能做到文明出行 文明录音 所以在今天早上7点45分的时候 我对昨天的视频 做了下架处理 这个是我主动下架的 是我主动删除的 不关任何人的事情 因为昨天这个视频发出来以后 为什么会得到这么多反响 大家群情激昂 是因为赛里木湖 在很多人的心里通 它就是美的代名词 我们大家不允许美丽的环境 被随意践踏 随意破坏 随意亵渎 戴德房车官方也跟我多次强调 说这个活动不是他们公司行为 不是他们组织的 虽然说用的是他们的车 但不是他们组织的 这是一家 应该是一家租赁公司 访车型都是统一的 一模一样的 十几台车 然后我就在跟他们说 我说 这如果是一台车这样做 那是他的个人行为 但是统一一个车队这样做的话 并且他们车队上 全部都贴的是你们的logo 这个真的会给你们 带来很大的影响 这个影响 就是在他们看来 是因为我的视频发出了 才对他们造成影响 其实大家仔细想一想 不是这样的 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举动 才会对戴德的品牌造成影响 于是呢 戴德房车官方今天也出具了一份声明 声明的内容如下 2024年7月2日中午 抖音自媒体平台发布 有关戴德车队赛里幕胡 乱扔垃圾事宜 引起网络热议 我司高度重视 并多方了解 现将真实情况通报如下 并呼吁大家文明出行 爱护环境 1.戴德房车近期未在新疆区域 组织厂家活动 包含产品测试 车友活动等 2.经多方了解 视频中提到的车辆 为旅游租赁车辆 现已联系上 对方已在7月2日傍晚 向赛里幕胡景区道歉 并提出清洁补偿 同时计划在7月3日 公开发布道歉视频 或致歉信 3.在此也感谢自媒体博主 为文明出行发声 同时戴德房车 也呼吁全网车友文明出行 营造一个美丽 干净整洁的旅游环境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戴德房车的关注 我司可保证 以上发布信息的真实性 我觉得戴德房车 作为中国十大房车品牌之一 这种勇于承担责任的做法 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推崇的 大品牌毕竟还是有大担当的 虽然说这个我的视频呢 对戴德房车 昨天那个视频 对戴德房车 确实是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但是从这份声明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的格局非常大 而且呢 这个租赁车辆也做出了承诺 说会在新疆开展一个 关于回收垃圾 清洁路边垃圾的活动 一是弥补自己出现的过错 二是倡导保护环境 人人有责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局了 那么 作为我个人来说 也不能再做过多的追究 对吧 所以呢 我对视频进行了下架 那么这个事情呢 这个到此就告一段落 虽然到现在为止 现在是晚上的七点五十 虽然说到现在为止 我依然没有看到 关于车队的任何道歉视频 或者是公开的道歉信 但是我相信 他们既然已经说了要做 那么就一定会做 那么这个事情呢 既然他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态度 我觉得我们也就不要再过多的追究 塞里木湖景区呢 也不追究了 我们也就不要再追究了 现在这个时代呢 人人都是自媒体 我们不管走到哪 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 不管是我们旅行者也好 或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好 你永远都不知道 你身边会有多少个监控探头 会有多少个摄像头 一旦做出了一些不好的举动 有可能很快就会被曝光 昨天在评论区也有人说我 说你小心 别哪天被人拍到你的不文明行为 那么我当时就进行了表态 我欢迎所有人来监督我 如果我做出了不文明的行为 我欢迎大家曝光 所以呢 在任何时候 我们一定要规范自己的行为 不管是在景区也好 非景区也好 或者是在日常生活中也好 别给别人曝光你的机会 好了 那么这个事情呢 就这样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满意 我反正是挺满意的 那行了 那就这样吧 好 再见